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官宣布解散陪審团之后 曾人权一晚在家人陪同下部出高等法院 我好多谢这几年来香港市民对我的关怀 太安情所诉讼未来完结 各位都明白我了 不可以是说多说话 我今天只是想说呢 我们家人经过差不多五年多的磨叠 就是心力交税 那里很累 多谢你们 曾人权被控一项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罪 指他在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 无合法权限接受装修工程 作为以他行政长官身份 倾向于优待红淘数码广播牌照申请的有因或者报酬 经过二十几日审讯 四男四女陪审团 星期四下午起退庭商以七个钟 到早上继作 法官曾庆慧在开庭的时候 解答陪审团第二次提出的问题 包括曾人权如果不是处理红淘数码广播的法牌申请 接受装修工程是否属于贪污 法官答是 入罪是否一定要与法牌有关 法官说不是 不够三个钟接近中午 陪审团再提交辩条 说即使继续讨论都不能够达至大比数裁决 不过法官当时认为太早下定论 要求陪审团继续退庭商议 根据陪审团条例 法人陪审团要达到一致 或者至少6比2的大多数裁决 才算是有效的裁决 直至下午4点多 陪审团再通知法庭 说每个人都坚持己见 重新就算继续商议都不会有改变 寻求法庭的指示 法官说明白他们有分歧 未能够达成裁决 宣布解散陪审团 法官又说明白陪审团的任务监据 责任沉重 代表司法机构和香港市民 多谢他们过去几星期旅行职务 无线电视记者要确议报道 今次审讯是源于今年年初 曾荫权面对同一项控罪 陪审团当时也未能够达成裁决 至于今次会不会要求再重审 律政司回应说现阶段未有决定 在陪审团解散之后 控方向法官说有两项事情要处理 要求下个星期一下午开庭 获法官批准 代表控方的资深大律师离开法庭时 被问到会不会要求重审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 曾荫权今次的案件已经是重审 法官再次重审比较罕见 不过主要是视乎主控官根据检控守则 决定是否继续检控 第一次陪审团不可以有一次的裁决 到第二次陪审团都不可以有一次的裁决的时候 其实你的评估你的胜数的机会 是不是都要重新去考虑呢 另一点就是社会的利益 是不是在于不断去重审呢 不要计算工党的问题 法庭需要投放的资源 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之一 今年2月曾荫权成为历尼第一个被定罪的前行政长官 他被控三项控罪 包括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放罪 一项不成立 另一项罪成 曾荫权被判监20个月 至于曾荫权涉及接受深圳单位的装修工程 作为批准同图广播牌照申请的报酬 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 未能达成裁决 法官宣布解散陪审团 之后定在9月底重审 曾荫权服刑大约两个月之后获准保释 等候就定罪同刑期的上诉 上诉聆讯将会在今次重审之后排期进行 无线电视机者黄德兰报导 立法会仍然未通过高铁一地两检 侮约促力议案 行政长官林郑令我批评有议员 为了拖延表决 无所不用其计 不过政府仍然会等待立法会 今个月中通过议案之后 才启动三步走程序 立法会会议仍然未表决一地两检 议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批评非建制立法会议员 千方百计用议事规则拖延会议 长期或者无止境拖延一个重要事项的决定 这个我觉得是有违公众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 今次的无所不用其极已经去到有些荒谬了 根据一地两检三步走程序 最迟12月中香港要做第一步 即是与内地签署合作安排 林郑月娥曾经说过 可能不等立法会同步启动三步走 现在他认为时间虽然紧臭 但是仍然可以等 梁君彦主席其实已经进入了去邀请我们的官员派言 换句话说 立法会议员就着一地两检的辩论已经完结了 很有机会在11月15号的立法会大会上 是可以通过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的议案 所以我们会等 以原朱凯迪星期四引用议事规则条款 临时动议要求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 阻止一地两检议案表决 她强调责任在政府 林郑月娥如果她以为是用这种方法去转移视线 北京决定了要做三步走 麻烦她自己去做 就不要再好像扮到尊重民意和尊重立法会那样 朱凯迪解释 纯粹是阻政府议案通过的策略 并非缺制新闻之有 Mosinins记者陈少豪 有建制派议员向警方报案 华非建制派日前阻扰会议 涉嫌为反立法会条例 警方将案件列作求警调查处理 徐志峰议员 请你离开会议厅 星期四立法会大会 审议高铁一地量检议案期间 民主党议员许智峰被主席梁军燕赶来会议厅 多名非建制派议员上前阻止人气混乱 梁军燕提早一个小时结束会议 建制派议员郭佩范 蔣麗芬和陆仲雄下午去湾仔警察总部报案 华非建制派做法妨碍会议进行 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要求警方调查 他们引用两条条文 包括第十七条C的藐视罪 在立法会会议引起或者参加扰乱 令到会议程序中断 以及第十九条B 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 两项罪行最高可以被罚款一万元 以及监禁十二个月 蔣麗芬说 报警之前已经咨询法律意见 假如长此以后的话 当然每次都是这样的话 那立法会就没办法运作 我们作为立法会议员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一定要做的 非建制派就说 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是用来保护议员以证 并不是用来政治攻击 如果昨天发生的一些行为 是有刑事性分 可能被人拘捕的话 我想过务力界立法会 都可以很多人受到拘捕了 只可以反映建制派议员 是极之无聊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透过被输出回复 说不评论议员行动 小姐坐下来 过往也有议员被控藐视立法会 去年11月中 适任立法会议员的梁国雄 在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 涉嫌场去适任发展局副局长 马兆祥海面的文件 梁国雄否认控罪 案件安排下个月审理 母线人士记者陈少豪不论 西班牙法院向身处比利时的 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 同四个前官员发出国际拘捕令 普伊格德蒙特较早前就说 愿意配合比利时司法部门 又说会在比利时准备12月举行的 加泰自治议会重选 西班牙国家法院当地星期五 向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 普伊格德蒙特 同四名前自治政府官员发出国际拘捕令 要求比利时检查部门将五人拘留 法院又发出另一项搜查及拘捕令 一旦五人逃离比利时 就会通知国际刑警 五人同另外九名前自治政府官员 因为推动加泰独立 被控叛乱 煽动叛乱等多项罪名 不过五人之前已经前往比利时 决席审讯 普伊格德蒙特当日较早前 接受比利时传媒访问 否认自己逃亡 说愿意配合比利时司法部门 但他不相信西班牙司法制度 他又说准备在比利时 趁加12月举行的加泰自治议会重选 比利时检查部门说会审视拘捕令 可能增活交由法院处理 报道说如果要将普伊格德蒙特等人 由比利时引渡回西班牙 最长可能需时60日 意味他可能在重选之前 都未能离开比利时 大级支持加泰独立的民众就在首府巴塞罗拿示威 他们高举释放政治省的标语 依求释放被收押的八名前自治政府官员 星期四的审讯出庭认讯讯9名前自治政府官员 8人都被收押 除了在加泰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前 已经辞职的前商务部长比拉 他获准以5万欧元保释 星期五离开收押所 比拉之后要求手上拉放依义政治方式 而不是透过司法手段解决问题 胡适议事记者从任而报道 美股三项主要指数都藏着新高 美元回价上升 金价下跌 回来会有详细报道 给了机会我保护你一生 超长 好玩 跨到爆剧旅程 77年 LVB 台庆 随时起行 康杰信贷快递突弱 台庆剧跨世代 星期一晚8点半 肥虫来 当风筝遇上风 还有什么新玩法 他和传统风筝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操控者要用两只手 他的动作很噁心 哈哈哈哈 专场特别牌发 保保母兼不吹 为什么你砌专的方法是同的 他会不会不够兼顾的 哈哈 学士学非 先和日晚发电 被衣服外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些人同了 其实所有东西 都有限期的 好像抽一片片 抽一片 抽一片才能上到屋 他的七味 抽冬时装 不买就out glass 对 就像栗子那样 攀动了 味道都不一样 那你就是说 我们是网易度限定 对不对 Mini 我是想你带我 示威所有抽冬限定的几天 8楼 规短限定 抽冬11月11号 7点半 给全球 抽冬书 等我 想收拾我动楼的空 去哪里找帮手 招标桌 招标桌 可以有专业人士 为维修工程 做独立费用股算 和给技术意见 还可以用电子招标平台 招标成建商 减低违标风险 政府还资助 参加招标套力费用 那一定要立刻分成啦 单栋楼和屋苑 都有机会获得资助的 打三一八八 一一八八 问下啦 万千星辈奖品非常高负 其中包括 博士创意送出 竹金吉 骨肉 因为它的味道不太浓郁 很适合入门级别的选手来品尝 现在金枕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 这颗猫山王六百块钱港币 天呐 有点过剧 所以新加坡人现在开始在担心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是是 而且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点 不爱吃的是真不爱吃 爱吃的是真爱吃 它比吃别的水果那种可以选择 它不 这不能选择 说喜欢榴莲的人 就是那个 这就是上瘾那感觉 不是听说很会上火吗 对 它是很热心 它好像那个比如说有糖尿病 什么这类的 它可能糖分比较高 这个要注意 哥先生到底吃榴莲是有什么美妙的口感 我呀 我也是 其实我这一般 不算是特别上瘾 但是我能吃 我吃了之后 我的感觉 觉得还是很特别的一个香香的味道 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做的点心 我挺爱吃的 榴莲酥 什么那个榴莲面包 那个面包里面吃了 榴莲面饼 这都不错 其实都还可以 我觉得特有意思的是 一个小榴莲 你看引起了马来西亚和中国这种 就是民间的一种交往 另外呢还是让新加坡这个吃货们紧张 就是一个小小东西 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这才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好不简单哦 你还开启了这个外交的一路 对 真的 这个摸起来真的很有气 还不能用太重的去压它 对 好了 在这个礼拜五的时间 又到了什么 抽奖怀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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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走啊 谢谢大家 谢谢 公司季度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旗客智能手机iPhoneX 初步需求强劲 股价创纪录新高 支持大市上升 不过 美国职位增长慢过预期 薪酬增长也放慢,拖慢大市升势 道指连续第四天上升,早段跌近35点之后反弹 下午早段最多到升近41点,创23,357点纪录升高 最后升幅收窄 标普500指数也是连升第四天,创2588点纪录升高 反映投资者控方情绪的波动指数 贴近力泥最低,跌了接近8% 苹果公司股价升2.6%是升幅最大道指成分股 晶片厂商高通可能成为收购对象,股价升近1.3% 咖啡联锁集团升8.0%升2.1% 保险股美国国际集团跌近4.6% 货企股方面,纳斯德克指数中指过去两天下跌 创6765点,记录新高,收市报6764点,升49点 总结这个星期,美股三项主要指数都是升不够百分之一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录得连续第八个星期上升 纳斯连续第六个星期上升 无线片视记者邮家辉报导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月托证券和本港收市比较,造价格别发展 汇丰控股收市折合75.4.5,比本港收市跌1.5仙 中移栋79.3.5,升5号 中国石油股份5.2.9,升1仙 中国海洋石油10.8.9,升3仙 中国石油化工5.7.4,无升跌 腾讯控股368.8.9,升8.9仙 中国人寿27.4.3,升1.8仙 长和99.1,跌5仙 港交所223.54,跌6.6仙 联想集团4.52,跌3仙 美国职位增长加快表现是15个月以来最好 上个月非农业职位增加261,000个 是今年7月以来最多,但比市场预期少 9月的数字由减少33,000个 收定为增加18,000个 失业率出乎意料跌至4.1%,至接近17年以来最低 市场就预期维持4.2% 上个月平均时薪没有增减,比市场预期疲弱 那年升幅只有2.4%,是20个月以来最少 美元对主要货币汇价普遍上升 美汇指数曾经升至95水平,创一个星期以来最高 美国新增职位小过市场预期,美元曾经受到影响 不过美国服务业和工厂订单数据好过预期,支持美元反弹 对日元重上114水平,勇元对美元曾经跌穿1.16 美汇指数连升第三个星期,而10月份的表现是8个月以来最好 看美元最新回价,对日元114.06,英镑1.3074,瑞士法郎1.0005,勇元1.1607 加拿大元1.2758,澳元0.765,港元7.8018 对日元6.8383,欧元9.0555,英镑10.2001,瑞士法郎7.7948 加拿大元6.1133,欧元5.9684,新西兰元5.3871,每百港元对85.04人民币 原油价格连升第二个交易人,直到两年多以来最高 美国运作中游台转整数量,根据星期六得一年半以来最大减风 显示美国转油活动将会减少,油价受到支持 纽约旗游以每桶55.64美元收市,是前年7月以来首次高过55美元水平 升1.1美元,升幅有百分之二 伦敦旗游收市是报62.07美元,是前年7月初以来最高 升1.45美元,升幅近百分之二点四 总结,今个星期,纽约旗游升百分之三点二 伦敦旗游就升近百分之二点七,都是连续第四个星期上升 欧洲主要股市靠稳,其中德国股市创纪录新高和收市新高 英国股市连升第二天,创收市新高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五点,巴黎股市升七点,德国股市升三十七点 美国国负债券价格靠稳,上个月工资表现令人失望 市场担心通货膨胀仍然低,有助资金流入债市 两年期国债知识两步一离六一六,十年期报两离三三二,三十年期长债报两离八一二 金格下跌,现货金足及一个星期以来最低,受到美元升势所影响 纽约期今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以满安市1269.2美元收市 是8月初以来最低,跌8.9美元,跌近百分之零点七 伦敦黄金会安市卖出价暴1270.23美元 看其他消息,警方在深水堡拉坐的男人,涉嫌行劫及藏友攻击性武器 男人被骗上警车,警员在他身上手获一把利刀及一个背囊 现常消息说凌晨1点左右,一个男人报案在玄州街和北河街交界被持刀男人行劫 警员到场调查,发现一个可疑男人挥舞利刀,怀疑与案件有关,将他制服 案件内没有人受伤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结束太平洋三国访问 会呈时过境美国属地关岛和当地官员会面 另外,有美国国务院前官员认为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应该劝于北京当局把握改善两岸关系的机会 蔡英文星期五抵达关岛获关岛总督卡以欲亲自迎接 并出席当局违背安排的欢迎仪式,欣赏传统歌舞表演 蔡英文发表演说,说有信心可以带领台湾和关岛走得更近 关岛总督府就强调,蔡英文今次是私人非正式访问 今次是继续他之前莫安排过境夏威夷之后 再次获准过境美国领导 北京早前就此向华府表达不满 美国前在理国务卿坎贝尔 捐一支血就可以教回至少三个人的成命 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 奇丽点,不怕会陷害,地面要干爽啦 小心点,点都不用就要放入刀架啦 做足点,搬重夜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找人帮手 安全点,拎儿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夜手套啦 跟着步骤,站立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自然开心 香港有个新公园 记写一顿,自然補充 跟着是评词要,交给你一张文彩 好啊 先到日报社林 强制性公积金管理局,正是研究将来容许就快退休的市民提取部分公款作首次置业 容许市民提早提取强积金公款来买楼,容易良好 但就要作出周长的考虑,避免好心做坏事 现在显然不是适合的时机,反而到楼市低迷的日子 或者可以考虑作为托市招数 文汇报社评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强调,特区政府将不断优化金融政策 满足一带一路各国融资和资产管理的需要 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对包括金融监管、金融基建 引进金融资本和人财等方面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检讨 等金融市场充分发挥潜力和活力 信报社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联署局理事鲍威尔为新主席 明年2月就任 明年鲍威尔上任之后可能面对重大经济挑战 不过最大的风险都仍在政治上 联署局是独立于政府以外的架构 本来不受总统的指示左右 但拜威尔由特朗普一手提拔 他议定货币政策时受特朗普影响并不是不可能 到时候不单止联署局独立性受损 金融市场亦都可能因为被狂人干预 以动荡品安 在天气方面 雨差是大致多云 有一凉晨雨 一间短暂时近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25度 最和缓至清净冬至东北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出群风 节目明天风势颇大 天气少凉 除后两生日 云量会逐渐增多 行列的药物 特朗普的室 属于鹅 高地点 家里的远离岸和高地标 家里的远离岸和高地标 為什麼反反腹痛? 濕氣去不到,就會反腹痛 濕氣侵入骨落關節,積狗成鼻 腫脹,邊形,突出,騰痛反腹,除濕氣,止騰痛 快用曹青麻牌,醫生除濕,止痛膠囊 11味純中藥種放,開左,除鼻,驅除濕氣 曹青麻牌,除濕,又止痛 好痛啊 曹青花牌,除濕,止痛 十分後,終於站起來,終於來,把好日子找回來 治療風濕,淚風濕,頸椎,腰間盤 快用曹青麻牌,醫生除濕,止痛膠囊 除濕,止痛 自森老友 當然是空泥派,空米酒吧 很配線, breakdown 值痛 算 canned洪藥排 紅米酒 明星業 紫迅哥 自森老友 pad安 擅 Commercial 无论哪里发生火情,东门的仙人们都会扛着这一条条沉重的水龙,以不论此地赶去救。 每年农业的八月初日,几条水龙都要比试一下,谁的水压的高,持续的时间长,就说明谁的救火能力强。 随着时代变迁,水龙灭火的方式逐渐被淘汰,但是为了纪念祖先义举,传承祖先义的精神,东明村还是将水龙节保留了下来。 东明村 东明村显得古朴而小巧,然而,历史上,它却有个响亮的别名,正义门。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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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個成年男人 可以跳過天台的 車能爆 車能爆 那是,是那個就由我們來把我拉我出來 嘩噁 嘩噁 我究竟做了什麼 怎麼說呢 人呢 你好醜,我不想再做你 讓他更好 明珠台 以及高地印中文春強風, 直播明天風,社會頗大, 天氣少爛, 隨後等生日混亂會逐漸增多。 接著看今早的新聞題目, 西班牙發展向前江泰智治政府主席 古典金德蒙當, 和四國前自治政府官員發出國際拘捕令。 四國前自治政府官員發出國際拘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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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軍在一間又被努力香港的包裹, 首出大約直128港元都懷疑可怕因, 拘捕了一個男人。 前二次的全權當中的國際拘捕, 第五位拘捕, 長身內容。 西班牙法院向身處比利時的前加特羅尼的 自治政府主席古典金德蒙當, 同四國前官員發出國際拘捕令。 古典金德蒙當, 教祖前說, 專業配合比利時司法部門, 又說會在比利時準備十二月舉行的 和加泰自治議會重選。 西班牙法院分佈星期五, 前加特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古典金德, 同四名前自治政府官員發出國際拘捕令, 要求比利時檢測部門將五人拘留。 法院又發出另一號搜查及拘捕令, 一旦五人逃離比利時應手會通知國際刑警。 五人和另外九名前自治政府官員, 因為推動加太獨立、 被控伴亂、煽動伴亂等多項罪名。 不過五人之前已經遲過比利時權力審訊。 普伊格德蒙當年較早前接受比利時傳媒訪問, 討厭自己逃亡, 說願意配合比利時司法部門, 但他不相信西班牙司法制度。 他又說準備在比利時參加十二月舉行的 加泰自治議會重選。 比利時檢察部門說會審散拘捕令, 可能身會交由法院處理。 報道說如果要將普伊格德蒙當年等人 由比利時引渡回西班牙, 最長可能衰至六十日, 以為他可能在重選之前 都未能夠離開比利時。 達至支持加泰國瓦的民眾 就在首顧巴塞羅牙示威。 他們高舉釋放政治犯的丟語, 依求釋放被收藏的八名前自治政府官員。 除了在加泰議會單方面宣佈獨立之前, 已經辭職的前生務部長比拉。 他獲盡以五萬憂元保釋, 星期五離開收藏所。 比拉之路應求手上拉房依然定止分析, 而不是透過司法手段解決問題。 胡善義政理者曾經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展開上任之後, 第一個押爭司法制度, 押爭司法制度, 預料北韓的問題是指行重點。 而在特朗普啟程之前, 華為考慮重新將北韓協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又派出B1B光炸機到南韓剪輯, 威視北韓。 特朗普上任之後, 第一個亞洲之旅, 話題預料零開北韓。 我們會談談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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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先出發去夏威夷短暫停留, 現在將會參觀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和珍珠港, 之後將會訪問日本、南韓、中國、越南和菲律賓為期十二日。 北韓的核威脅繼續困擾美國。 特朗普出發之前, 華府考慮將北韓重新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引用北韓領袖金正恩 和富爾武哥哥在吉隆坡機場被人用VX神經毒劑殺害一事, 認為北韓涉及恐怖主義活動。 北韓自1987年被列入名單, 直至2008年, 前任總統喬治布殊將北韓在名單中剔除, 換取對方財減核武。 麥克馬斯特說, 特朗普認為已經沒有時間應對北韓, 亞洲之後將會要求各國多些力。 另一方面, 美軍同時向北韓指示實力。 美軍兩架B1B轟炸機, 星期四在南韓江原道射擊場, 現襲轟炸後穿越南韓上空, 經西部海域離開。 其間兩架南韓空軍KF-16戰機互航。 北韓批評美國的舉動, 令朝鮮活動局勢惡化, 隨時引發核戰爭。 無線意思記者, 增效住不住。 訪問越南的外長王毅, 分別與越共總書記袁副總, 以及越南總理遠春福會面。 王毅正在河內與越副總會談。 王毅說, 中方十分重視與越南的關係, 希望雙方共同黨力, 為地區和國際和平穩定、貢獻。 袁副總說, 願意推動兩國關係生物發展。 王毅和遠春福會面期間, 就討論到兩國貿易合作, 以及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越南的準備工作。 兩人亦談到南韓問題, 遠春福建議, 雙方認真落實之前達成的協議管控學分歧。 外交部官員說, 中原兩國已經透過友好會談, 將南韓問題達成共識。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結束太平洋三國訪問, 會呈示過境地國獨地關島和當地官員會變。 另外, 由美國國務院前官員見慰, 即將訪華的美國總統奧特朗普 應該決定北京當局把握改善兩國關係的機會。 蔡英文正經已抵達關島, 獲關島總督卡以獄親自迎接, 並出席當局為他安排的歡迎儀式, 欣賞傳統歌舞表演。 蔡英文發表演說, 說有信心可以帶領台灣和關島走得更近。 關島總督庫就強調, 蔡英文今次是私人非正式訪問。 這次是據他之前莫安排過境夏威延之後, 再次獲准過境美國領土。 北京早前就此向華府表達不悶。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佩爾 在出席一個致富賢討會的時候, 說在英文上任後面對北京封殺, 但仍然自私出通大陸改善關係的決心。 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下個星期訪問期間, 應該嘗試勸於北京把握改善兩國關係的機會。 坎佩爾也指出, 美國和台灣關係良好, 尤其在安全令國及作, 各方面都有非常正面的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等現在報導。 官堂,針對耳拉架廚處擺放食環處近年加強執法, 包括上個月開始在黑點加密巡查, 維延兩個月。 而黃食環處的公費化, 相關法例有流動,影響執法成效。 官堂是其中一個擺放耳拉架的黑點, 要是在公共地方擺耳拉架屬於違法, 可被罰款1500元。 有依拉架公司聲稱有方法被過食環處徵判, 又說就算被票控, 都會給罰款, 每個月只是收600元。 如果是以前的問題, 只要被罰款, 就算是行為。 這個項目有限制, 這些環處都很固執, 人家又不會保護受影響, 即是他們不會說, 只要告一個告示, 對於是有空的政策, 對於是有空性壓力。 為了加強執法, 食環處過去一個月, 在官堂和旺角等黑點展開特別行動, 由每個禮拜循來一至兩次,改為每日循八次 不過業界一樣有方法避過 這個電訊銷售員只是將宣傳牌等收起,沒有走動 處方亦都沒有即時檢控 有食環處公會說跟相關法例存在流動有關,建議修例 很清楚知道這條條例其實就說要佔用政府官地 所以他們會想出,我不佔用官地就行了 例如說放在腳上,或者放在身上,沒有佔用官地的時候 你亦都不可以檢控它 食環處說上個月的特別行動,檢守一萬五千個宣傳品 發出一百二十張和本通知書 和向宣傳品受益人提出二十張檢控 強調一直留意以拉架的違規情況 食環處清酒為例的宣傳品之後 會向宣傳品上的每個得擊者追逃清理費 追逃多少錢就每次都不一樣 視乎追逃行動的長短,得擊者的數目和宣傳品的數目而定 無視電視記者,指問報導 海關接往一件有未來香港的包裹 走出1.3公斤懷疑何卡因,約值一百二十萬港元 海關將疑犯由將軍澳警林村的居所帶走調查 海關昨天凌晨,在機場空運貨站足跌中心 警察一面有未來香港,報稱陶瓷著縮堤包裹等 發現包裝、發佈交合、代航用甲 手上一包環環可卡因 艾曼提新軍澳以試鏈發運的檢驗壞 拘捕了三房的三十歲男人 美股新航主要指數都創造新高 由格升至兩年紀以來最高 回來會有詳細報導 封書 封書 这次会议是在19大选拟之后,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的国际多边会议是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可以把它录一下。 我们其实关系我们这个团队就不行了,我们需要有搞卫星平台的能力, 需要搞空间光级。 这样的话,在中国科学院里面,比如说像上海的计划所,上海的光级所, 上海的小学生中心和成都的关键所, 他们发现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知识。 现在我国外的导师就不可能了, 他的维言他只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 而且有些知识可能就说是我们具备的,他不一定具备。 那些研究所他就没有这般的资源,他就把全欧洲制定, 但你说你奥地利去把欧洲的其他资源整合进来, 这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他们在立项的顾问当中就比我们大大的落后了。 不过我想他们很快地在欧盟也应该安排这样的项目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比别人领先五年开始做这个东西了。 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确实是得益于中国这个, 就是叫做举国体制是吧,他说举国体制办大事的这么一个就是优势吧。 在为全球首媒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命名的时候, 潘建伟提议用墨子,不仅是源于欣赏兼爱非公的哲学思想, 还因为墨子的科学理论。 因为我特别喜欢墨子,因为墨子呢是兼爱非公, 他就大家都要互相的非常的就友好相处, 那不要互相打来打去。 后来呢我们科大一位老师叫钱林赵, 也是我们一个从前的一个老校长。 他那个李悦舍就是那个中国自然科学史的, 一个是那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的通过就是说是那个对古代的典籍的考古发现啊, 墨子是很早就提出利子说了。 然后呢他也提出了这个牛津的惯性定律, 它是比国际上要早好多好多年, 大概是至少是三千年以上提出来光颜直线传播的。 那么光颜直线传播这个规律这个定律啊, 是我们就是墨子和量子能够做的基础。 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近代科学嘛, 大家都怀疑我们中国人到底能不能做比较好的科学, 因为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诞生嘛。 那么我们就想提醒大家, 哎我说等一下,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啊, 已经有很伟大的科学家了。 所以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你看他又提出利子说, 又提出光颜直线传播的, 这是跟量子是解密相关的。 然后又是中国非常早的一位科学家,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名字取出。 从来就这个应该是最合适的名词。 然后呢跟国外的同事参与讲之后啊, 他们都孔夫子很有名啊, 然后就是老子也比墨子有名啊。 那现在我觉得这么一做之后, 至少在我们科学界的话, 墨子这个名字呢, 在科学界也变得比较大, 大家比较知道。 本来想过两年, 怎么已经这么多了? 但是我们的设计... 顶部位置有一个不 bronx2, 我让他到这中处可以吃小火区可吃大火区可吃大火区, 我都将会吃大火区可以吃大火区。 另一个快乐区可吃大火区可吃大火区, 更小吃大火区里。 不够 cer time! 你幫我試一下,有些精靈被人捉的 你捉!你捉! 天生異品,從此生死不由一 為何有些血,有靈力,可以一起救我 我是魔鬼,我來拯救這個世界 我一定要殺到你 KK,和我們找救這位秘書台 各位早晨,紐約股市上升,新項主要指數都創紀錄新高和收市新高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22點,報23539點 標準普應500指數升7點,報2587點 蘋果公司季度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技巧智能手機iPhone X初步需求強勁 股價創紀錄新高,支持大市上升 不過,美國積位增長慢過預期 薪酬增長也放慢,拖慢大市升勢 道指連續第四天上升,早段跌近35點之後反彈 下午早段最多到升近41點,創23357點紀錄新高 最後升幅收窄 標普500指數也是連升第四天,創2588點紀錄新高 反映投資者控方情緒的波動指數 貼近力來最低,跌了接近8% 民國公司股價升2.6%是升幅最大道指成份股 晶片廠商高通可能成為收購對象,股價升近1.3% 咖啡連鎖集團升百黑,升百分之2.1% 保險股美國國際集團跌近百分之4.6% 科技股方面,納斯德克指數中指過去兩天下跌 創6765點紀錄新高 收市報6764點,升49點 終結這個星期,美股三項主要指數都是升不夠百分之1 道指和標普500指數都錄得連續第八個星期上升 納斯連續第六個星期上升 無線片市記者,尤家輝報導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托證券和本港收市比較做價格別發展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5.4毫半 比本港收市跌1毫無先 中移動79.3毫半升5毫 中國石油股份5.29升1 中國海洋石油10.89升3 中國石油化工5.74毫升跌 騰訊控股368.89升8毫無先 中人壽27.43升1毫無先 長和99.1跌5毫無先 港交鎖223.54跌6毫無先 聯想集團4.52跌3毫無先 著名投資者巴菲特所主理的投資公司巴郡 季度盈利倒退 主要是受到天災索償所影響 巴郡第三季經營一利跌29至34.4萬美元 每股盈利2,094美元 比預期少308美元 上季度涉及美國較早時三場風災 和墨西哥地震的稅前虧損大約31美元 導致保險成保業務由營轉規 虧損14.4萬美元 是連續第三季虧損 而全年亦很可能錄得虧損 是15年以來第一次 有消息說中國電訊可能會入股巴西一間電訊服務商 成為大股東 路透引述消息表示 中國電訊可能投資最多200億巴西貨幣雷雅爾 相當於60億美元 收購當地一間電訊服務商多數股權 有關公司負債沉重 17個月之前申請破產保護 是拉丁美洲歷尼最大宗 債權人會在今個月10日會議 10月會議 決定公司650億雷雅爾 相當於200億美元債務重組計劃 對於收購消息 公司和中國電訊都未能夠置評 原油價格連升第二個交易日 直到兩年多以來最高 美國運狀中由台轉井數量 今個星期錄得一年半以來最大減風 顯示美國轉油活動將會減少 油價受到支持 紐約旗油以每桶55.64美元收市 是前年7月以來第一次高過55美元水平 升1.1美元 升幅有百分之二 倫敦旗油收市是步62.07美元 是前年7月初以來最高 升1.45美元 升幅有近百分之二點四 總結今個星期 紐約旗油升百分之三點二 倫敦旗油就升近百分之二點七 都是連續第四個星期上升 美國聯邦儲備局有官員認為 在目前通脹疲弱的環境下 應該暫停加升 今年以色有表決權的明尼亞波利斯 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卡什卡里表示 通脹最近幾個月一直下跌 目前並沒有升溫的跡進 聯儲局應該暫停加升 直至通脹回升 另外在卡什卡里預期 李士鮑威爾接任主席之後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的決策 不會有重大轉變 歐洲主要股市靠穩 其中德國股市創紀錄新高和收市新高 英國股市連升第二人 創收市新高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5點 巴黎股市升7點 德國股市升37點 美國國負債券價格靠穩 上月高資表現令人失望 市場擔心通貨膨脹仍然低 有助資金流入債市 兩年期國債知識率暴 一離616 十年期暴兩離332 三十年期長債暴兩離812 看其他消息 第一批內地進口大疾蟹 經成安中心抽驗合格 可以認市 這批大疾蟹來自湾南大通湖 有駕駛說一共有2500公斤即日起認市 部分駛駛按大疾蟹的重量 每隻標價大約60至250元 駛駛預計之後 會再有2000公斤大通湖大疾蟹來香港 一項申酬調查顯示 僱員春年可望平均加薪3.5% 臨近年尾 打工仔最關心的是 明年有沒有人工加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在8月至9月 訪問95間來自16個行業的機構 涵蓋15萬6千個會員 近一半春年計劃加薪 平均加幅3.5% 加幅今年加3.3% 我相信經濟的情況是比較正面 很多公司也都是比較 現在我覺得是比較實際的 當員工那方面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一些好的員工的時候 他們不會默默去減升幅 都有超過3%的薪酬加幅 電訊、資訊科的業員工 加薪不夠1% 調查也都發現 機構的規模越小 員工加薪幅度越高 500人以下的小型公司 今年平均加3.9% 一千人以上大公司的員工 就獲加薪3.2% 按即刻計算 一般僱員平均加3.3% 高級僱員平均加1.9% 調查又發現 四成受訪機構 今年設有固定花紅制度 僱員平均獲發1.01個月基本薪金 數額和去年相約 無線電視記者趙嘉雲報導 跟著石瓶質疑 教給你一張文彩 好啊 明報社評 民主派議員為了阻止 一地兩檢演案千方百計拉布 轉進議事規則空止 竟然拿新聞自由作為政治工具 離譜自忌 建制派議員深入不甘 竟然搬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報警求助 荒謬自忌 議事堂完全失去化解爭執的能力 市民看在眼裡 只能夠烏呼哀哉 無奈自忌 實務技能 就是你的未來 職業專才有用 為未來鋪路 我是阿德 我是阿德 是阿 我也是阿德 我就是清潔龍阿德 我相信沒有東西是不行 香港人做得 玩得 食得 清潔香港這麼簡單的事 怎會說不行 處理大包垃圾又得 碎件垃圾又得 總之 什麼都得 香港是我們的家 民主自由為道士自居 但竟然破天荒在會議上提出區港傳媒 他們說只是以此 黎左營一地兩檢 無約束力議案的審議和通過 如果動議通過 在場採訪記者和所有市民 會立即被趕出場 那麼新聞自由又豈有不受到限制嗎 市民的知情權又豈會不被侵犯嗎 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好天了這麼多天 香港今天的天氣終於有些轉變 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見到 有一道很長的雲帶 覆蓋著整個華南沿岸地區 香港今天就多雲翻很多 除此之外 在雷達的影像也可以見到 原來有一些雨區 由昨晚到今早 都是影響著香港附近的區域 不過幸好見到這些雨區 整體都是藍藍的色 代表著這些雨區都不是太強 我們在昨晚到今早6時為止 見到香港部分地區都錄得兩三毫米的雨量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早6時為止 見到各區的最低氣溫 很多地方都在20-21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 日間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5度 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東北風 而離岸和高地的風勢會是間中清淨 我們預計明天的風勢仍然比較大 因為是一些天路的預測圖 見到在我們附近等下線 明天仍然相當緊密 這些線越密 代表著風勢會越大 我們明天除了預計會是風勢頗大之外 亦都是天氣少 而接下來的兩三日 預計雲量會逐漸多一點 一節天氣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一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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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精心選了 我們用心製作 甘粥罐頭,甘香可口 甘粥罐頭,美眉菜譜 我們今天要做的菜是 甜肉米粒,三鮮蒸魚球 嗯,超正啊 甘粥罐頭,甘香可口 甘粥罐頭提醒你 關注十一月,農曆節氣 甘粥罐頭,甘香可口 甘粥罐頭,甘香可口 文女,我想轉這個電話服務 你選電信服務的時候,有幾點要留意 不要左而入,右而出 你選的服務一定要自己合用 明白些收費和服務條款,要問清楚 不要為了收費優惠或者禮品輕易簽約 電信服務選擇多,得妨快點時間比較一下 總之,要清楚所有合用內容才好簽約 電信服務選擇多,簽約前要想清楚 香港是我的家,我們要好好保護他 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更加要愛護祖國 我大過了要保家衛國 有事 不過香港人是不用當兵的 因為香港特區的服務由中央負責 那我們要不用被軍費呢 根據基本法,特區是財政黨 不用上挑中央投給軍費的 我明白了,祖國和香港一起去吧 職業安全,以差萬全 飲食業工友,使用刀具及機器 需要小心及專精一點 地面要保持乾爽清潔,運送滾熱的食物事 要提醒旁人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從今日起,你又愛惜失眉 一切未定,但我對你尊敬 求入地唱歌聲,感應被愛熱情 來辦我願意真心傾平,你的心聲 愛生命,香港雜馬利亞房 這次集會,24小時逃在熱線 23892222 廚餘在很有用的手機之餘 但現在很少被分類和無修善用 我們將滬了釀釀物業 盡量去融進它 世界上很多的市民 其實都還在叫我 不要因為我們突然的食物很容易 所以不珍惜它們 第一步,你不要浪費 不客氣,很樂 快點來跟我們一起熟悉香港的廚餘吧 說你知,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已經提升至7100元 僱員的每月收入低到這個水平不需要為強積金供款 自僱人士都一樣 僱主就要繼續供僱的部分 記得計合局款額,如果你的每月收入在這個水平或以上就不受影響 有疑問就聯絡受託人或積金局 還有媽媽超開心 但臭小子就搞到我頭都大了 幸好有僱員在培訓局陪月一站服務 他們的陪月員都是臭小子專家教知我很多臭寶寶的技巧 又幫我安排好坐月餐單 我和老公的壓力少了,發夢都懂得少了 但是服務還免行政費 遲些用他們的應有照顧服務,perfect 咦,這個人 你們打仗就拿的 慢著,快點